北宋真宗天息二年 在西京洛阳 东京开封 南京商丘大肆流传着 天将冒妖 伤人害命的传闻 一时人人自危 社会陷入动荡 三地官员处理此事 方式不一样 也收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因为此事 不作为的官员受到了惩罚 但是冒妖谣言虽然平息 事件的影响仍然在持续 在当时引发对宋真宗施政的质疑 险些酿成政治危机 在古代社会 反常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往往具有某种寓意 在宋真宗在位的第二十二个年后 为何出现影响如此之大的妖异现象 它仅仅是一个方间谣言 还是案件的背后另有玄机 徐昌学院王中灿 为您讲述 北宋冒妖案 下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上集我们讲到 北宋真宗天夕二年 西京洛阳 东京汴梁 南京商丘 三京爆发了冒妖谣言 民间盛传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大怪物 形状像冒盖 夜晚飞入人家 这个怪物还会变换形状 入户伤人 结果 三京的老百姓都不敢睡觉 不敢出门 聚在一起是严防死守 唯恐被冒妖所伤 宣华成是通宿打蛋 更可怕的是 这种不安的情绪传染到了军队 军队中出现了躁动 军人们披肩直锐 严阵以待 稍有风吹草动 就有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骚乱 冒妖谣言 已经严重危机到了北宋王朝的社会稳定 根据李涛长篇卷九十二的记载 三京爆发谣言之后 三地的主政者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西京的王四宗是若无其事 他不上报 不采取措施 静待谣言执欲智者 结果谣言迅速的向外传播 东京汴梁是京师重地 冒妖谣言直接威胁统治秩序 甄宗皇帝亲自下令 奖励告发有妖言妖行的人 虽然让人们晋升 但是打击面过宽 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了刑法处罚 南京应天府之府王增的处理方式 就明显高出一筹 他采取了外松内解的方式 他一边大开城门 安定民心 一边暗中抓捕造谣传谣的人 结果就妥善处理了这场危机 相对于西京的王四宗 南京的王增处理冒妖谣言的方法 显然是最佳的应对方式 在谣言平息之后 王增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嘉奖 而处置不当的王四宗 则被降级使用 风波过后 京城恢复了安定 冒妖谣言带来的危机 虽然解决了 但他给宋王朝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仍然在继续 在古代社会 反常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往往具有某种寓意 所以历朝历代的反常现象 统治者都非常在意 中央设置了有专门的机关 观察天象 记录灾疫 在古代中国 灾疫的奏报和解释 是要有专门的机关来进行的 寻常的百姓 不能思习天文 也不能对天象和异象 包括妖异现象进行评论 否则是要构成犯罪的 现在 在宋真宗统治的第二十二个年头 出现了影响如此之大的妖异现象 朝廷和地方官虽然采取了措施 将谣言平息下去了 但是冒妖案带来的影响 还在继续 首先朝廷开始对三经的主政官员 进行处理了 因为事情发生在西经洛阳 王四宗处理不当 朝廷就派人去追究王四宗的责任 在天夕二年的七月 也就是冒妖案刚刚平息后不久 宋真宗下令将王四宗调离河南府 王四宗从原来的赶德节度史 知河南府改任知陕州 从大府降到了小州 相当于是降级使用 英天府的王增表现很好 保持了社会稳定 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不久啊 王增就被调到朝中任副宰相 参知正事 和阳三城节度史张敏 向皇帝巨石奏报了冒妖案 半年之后 他的官职又升一级 冒妖案对宋真宗造成的刺激是巨大的 就在将王四宗调离河南府之后的第二天 宋真宗下了一道社书 什么是社书 社书就是皇帝下令要赦免囚犯 皇帝为什么要赦免囚犯呢 因为这个时候 天空出现了星变 反常的天文现象 古代的天文和政治啊 关系密切 天人感应的思想嘛 所以皇帝一看到天乡变异 就要反省自己的使政 是不是合理 自己的定罪量刑 自己的刑法实施 是不是失踪 在这道诏书里面 宋真宗将天下留罪以下的囚犯 全部赦免 死罪减一等 这样 一个重新道教信仰天命的皇帝 遇到了非同寻常的妖异 随即天空又出现了彗星 宋真宗就认为 这是上天在警告他 他必须要与民更使 就是要和老百姓一起除旧不新 所以他才会大规模的赦免囚犯 在冒妖案中 很多人被抓 被刺配 被流放 他们中间有大量无辜的平民 最应该被赦免 但是宋真宗在下这道社书的时候 唯独没有赦免那些谣言惑众的跟随者 该怎么定罪量刑 还怎么定罪量刑 可见这个冒妖案引发的统治危机 对宋真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冒妖的谣言虽然被平息 但谣言事件带来的影响却持续发酵 就在京城爆发冒妖谣言的第六天 青天剑曾奏报皇帝 天空中又出现了被视为灾星的彗星 妖异现象和灾星同时出现 让宋真宗不得不反思自己施政是否合理 八月八日群臣又集体上表 请求策立皇太子 那么这三起事件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关联 冒妖谣言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继续为您讲述 北宋冒妖案下集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从汉代以来就讲天人感应 一个王朝的统治者 他的合法性就在于顺天意得民心 施政遵循天道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案件的最初 谣言为什么会在西京兴起 西京洛阳 究竟有没有人看见过飞起的冒妖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不明飞行物 也就是UFO的一次记录 当然这是推测和想象 因为史籍记载的事实非常少 所以我们不能去做没有根据的推断 无论是UFO还是外星人的飞碟 都是现代人在现代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推测 而在一千年前的古代 认为这就是妖怪 这就是妖异现象 妖异现象在北宋的西京发生 而且迅速的扩散 这在民众中间会造成广泛的影响 即使没有别有用心的人去解读 没有人去妖言天命 老百姓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那么这个妖异对于一个王朝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冒妖谣言 为什么会恰恰在宋真宗的天夕年间发生呢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因为冒妖谣言的发生和传播 与唐朝贞官十七年的成鬼谣言如出一辙 旧唐书太宗本记记载 在唐朝贞官十七年的七月 当时的京城长安 传言官府派出了专门吃人内脏的一个成鬼 又叫成城 这个成城是杀人去祭祀天狗 这个成城恶鬼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穿着狗皮 长着铁爪 夜间深入人家 把人的心肝挖走 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害怕 晚上不敢睡觉 大家聚在一起也是拿着兵刃 没有兵刃的 缺竹子 成鬼案发生之后 唐太宗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夜里打开所有居住街区的大门 下圣旨辟谣 告诉老百姓 这不是真的 官府绝对不会派恶鬼伤人 请大家安心生活 即便是这样 长安城的老百姓 还是惊扰了一个月左右 我们看一下 唐太宗贞官十七年的成鬼案 和宋贞宗天夕二年的冒妖案 非常相似 都是出现了恐怖的妖怪 夜里入户杀人 老百姓的反应也差不多 夜里不敢睡觉 拿着武器防身 大家都不敢单独行动 更不要说出远门了 就在成鬼谣言爆发的几个月前 唐太宗费掌立右 什么是费掌立右啊 就是把自己的嫡长子李承前费了 立了第九子李治为皇太子 李承前是嫡长子 李治是右子 这叫费掌立右 费掌立右在古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 因为他违反了传统的李治 李承前做了十几年的太子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就是他身边围绕着一群文臣武将 太子被废了 一大批文臣武将陷入危险的境地 现在 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 有一大批人就要面临着朝不保夕 命运难测的局面 在这一年的四月 李治刚被策立为太子 观察天象的官员就说 有清气围绕东宫殿 大家知道 清气就是妖气 属于不祥之兆 接下来 七月就爆发了成鬼谣言 这二者之间显然有联系 妖孽也好 兴变也罢 种种意象 其实都是人心的反应 首先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大臣们 他要担心自己的命运 也担心国家的命运 他们为自己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感到焦虑 他们的言行就会影响到平民百姓 当然 我们也不能排除 有人为制造谣言的可能 和貌妖案如出一辙的 唐太宗真冠年间的成鬼谣言 被认为是唐太宗废长 利诱做法的天降警示 这样看来 谣言与储君的更换 似乎有着紧密关联 那么宋真宗统治时期的 贸妖谣言 是否也与当时的储君策利有关呢 贸妖谣言再加上异常天象的出现 对于宋真宗策利太子 有没有产生影响呢 无论是贞观17年的成鬼案 还是北宋天夕二年的贸妖案 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是因为老百姓心中不安 更准确的说 是政治精英心中不安 政治精英为什么心中不安呢 他们在害怕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朝廷中 有一件大事没有决定 这件大事就是立皇太子 我们遍览唐宋史册 就会发现 每当皇帝策利太子 皇位要发生继承的时候 无论是立太子 废太子 还是重新立太子 社会上就会爆发 这样和那样的谣言 比如说 某皇子不是皇帝亲生的 某皇子有残疾 某皇子荒淫无道 某皇子迷信巫术等等 这是比较浅显直白的 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一看就知道是竞争对手 炮制出来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冒妖案 和唐朝的陈轨案 属于比较高级的谣言 它是要间接发挥作用 怎么样发挥作用呢 当民间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谣言 特别是牵涉到妖异现象的时候 皇帝一定就要问青天剑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 是极是凶 反常的现象 要由专门的机关去解释 按照阴阳五行就开始解释了 民间恶言 属于金 金失去了它的本性 社会秩序就会打乱 皇帝又会接着问 那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青天剑就会回答 说这是皇帝您做了错误的决策 所以在天象上就会有反应 夜里就会有妖怪出现 大家知道 天人感应 从汉到唐再到宋 已经一千多年了 皇帝和大臣就是按照这套理论 去理解所谓的妖异现象的 一个国家出现了妖怪 说明这个国家政令不顺 导致自然界阴阳不和 天地之间的邪气汇集在一起 才会成为妖孽吗 所以这个时候 国君如果不反省 不改革 上天就会降罪 大火临头 所有的人都难免国破家亡 所以皇帝必须要重视 这个妖异的现象 可是皇帝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呢 真宗皇帝开始反思 这时候 还要和其他的天象配合起来 这样才能够影响皇帝的行为和决策 就在京城爆发谣言的第六天 青天见奏报 大事不好 彗星又出现了 这个彗星长三尺 扫过北斗 光芒迅速增长 达到了三丈多 彗星出现意味着什么呀 彗星在古代人眼中那是灾星 彗星出现就表示灾祸要降临了 或者出现战争 或者出现洪水 或者出现其他的灾害 彗星往往是除旧不新的征兆 搞不好就会出现政权更迭 赵宋王朝可能就面临着改朝换代 所以 妖孽和彗星接连出现 宋真宗必须要采取措施 为了消除灾祸 他让人设到场做法事 同时 他顺应天意主动的出旧不新 所以才会大设天下 与民更使 结果呢 彗星在天空中存在了37日 到了7月底消失了 大臣们这时候发现 皇帝其实没有意识到 妖艺和彗星出现意味着什么 就在8月8日 大家集体上表 请求立皇太子 宋真宗还是不答应 大臣们接着上表 一连上了三次表彰 宋真宗最后答应了 就在这一年的8月15日 宋真宗立他唯一的儿子赵真 为皇太子 这就正式确定了皇位继承人 稳定了天下根本 群臣这才安下心来 从立皇太子之后 一直到真宗去世 再也没有发生大的灾疫现象 宋真宗天夕二年 冒妖谣言和异常天象的出现 根本原因是大臣们 对真宗迟迟不立太子 而感到不安 宋真宗只有赵寿义一个儿子 立他为太子是早晚的事情 大臣们为何对皇帝 立太子的事情如此上心 甚至不惜用谣言和异常天象 作为制约皇帝的手段 他们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 继续为您讲述 北宋冒妖案下集 如果说唐朝贞观十七年的成鬼案 反映的是太子意味 引发的政治动荡和人心不稳 那么宋真宗天夕二年 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只有一个儿子 不传给他传给谁啊 但是他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呢 前面我们讲过 宋真宗在即位之初 是非常英明的 他聪明好学 历经图治 但是从禅元之盟之后 宋真宗就像换了个人 他信仰道教 风扇泰山 这个文武百官为了迎合他 纷纷的是奏报祥瑞 今天你见到灵芝了 明天他见到苍龙了 各种各样的吉祥都出现了 宋真宗怎么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禅元之盟之后的真宗 前后判若了人 我们分析 一是军事战争的屡战屡败 大大挫伤了宋真宗的积极性 宋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契丹 建立的辽国进攻之时 殊多胜少 他被迫转入了战略防御 皇帝在这个时候 非常讨厌在谈论军事战争 而且 禅元之盟是皇帝用碎币买来了和平 花钱买来了和平 宋真宗内心有强烈的耻辱感 但是他没办法 又打不过 更重要的是 宋朝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争夺正统的问题 就是你宋朝和北方的辽 谁才是正统 谁才是天命所归的统治者 辽国的统治者 号称是天帝天后 动不动就拿天命说事 宋真宗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 合法的统治者 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统性 军事上既然不能让四夷宾服 那就只能是展开天命的竞争吧 所以在六七年间 天书数次降落 开封城 宋真宗 封完泰山 又去祭祀分音后徒 君臣沉迷其中 如痴如狂 宋真宗还大兴土木 在宫中修建玉清招应宫 上明山大川 寻房道家明史 一意求先问道 所以到天夕二年的时候 宋真宗已经年过五十 身体还患了疾病 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处理政务越来越有心无力 更让大臣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宫中有一个刘皇后 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她非常聪明 而且有才干 实文断字 读过书 记忆力特别好 朝廷大事 只要听过就不会忘 真宗皇帝退朝回宫的时候 两个人常常在一起 批阅奏折 真宗皇帝批阅奏折到深夜 刘皇后就陪在他身边 后来真宗皇帝的身体 是越来越不好 刘皇后就逐渐掌握了大权 大臣们非常担心 真宗皇帝不立太子 是不是受了刘皇后的影响啊 刘皇后自己没有儿子 又不让皇帝立太子 她想干什么 宋朝的大臣们非常担心 唐朝吴泽田的故事 在本朝重演 所以啊 以宰相为首的大臣们 经常劝谏皇帝早立太子 宋真宗在禅渊之盟之后的转变 和身体状况 使大臣们感到忧心忡忡 而真宗迟迟不肯策立太子 后宫的刘皇后又是厉害角色 这让大臣们更加不安 生怕江山异性 而在这一年的八月 皇太子策立之后 各种妖艺现象就都不见了 显然向皇帝奏报灾役 成为大臣们用来制约皇帝的 一个有效手段 天夕二年二月 宋真宗唯一的儿子赵寿义 还仅仅是个郡王 没有封亲王 宰相王亲若就对皇帝说 您的这个孩子 贤德人孝 聪明好学 臣民百姓都非常拥戴他 您把他封为亲王吧 这样呢 赵寿义才被封为亲王 又过了一段时间 真宗皇帝生病了 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可是皇位继承的事情 一直没有确定 这时候 各种灾疫就出现了 终于在这一年的八月 皇太子策立 人心稳定 各种妖艺都不见了 正如民国学者蔡东凡所说 妖有人心 人定则妖从何起 人心定下来了 妖怪就自然的消失不见了 其实在真宗即位之初啊 老宰相李汉就用过这一招 他看到真宗少年天子 聪明银雾 恐怕他将来会浩大喜功 穷涉及欲 所以呢 他就经常奏报灾疫来警示他 可以说 灾疫一直是宋代的大臣们 用来制约皇帝的一个有效手段 这次冒邀案 恐怕也不例外 我们推测 在西京洛阳 确实有人目击了不明飞行物 民间开始流传冒邀 有可能士大夫也参与其中 甚至有可能士大夫会推波助澜 后来又和其他的天文现象结合起来 迫使宋真宗做出反应 在宋真宗的反应 没有达到士大夫的愿望时 他们就借天向说人士 完成政治权利最重要的安排 确定皇位继承人 其实啊 也不仅仅是在宋代 在历朝历代 在皇位继承关键时期 都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冒邀案从形式上来看是一个谣言 影响了社会的治安和人们的生活 但是它的本质 还是人们对于政治秩序的质疑和不安 有疑惑才会有忧虑 有忧虑才会把这种情绪 通过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样就完成了 君主和臣民之间的互动 在君主权利受命于天的时代 能够制约他的 只有天 所以陈下通过灾疫 甚至是通过妖艺 妖孽 来实现自己对政治稳定的追求 这恐怕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现象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可因强奸未遂被抓 妹妹却跳出来大马官员 并在衙门撒坡打滚 竟然因此惊动了皇帝 面对这样一个泼妇 乾隆皇帝如何惩治 身为一国之君 居然因为一个普通市井泼妇的马街 大动肝火 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下期节目中 百话教授讲述乾隆至泼妇